這個房子看你要怎麼加工都可以 比如說這個地方我覺得你們自己可以發揮創意 比如說我希望把這一條線連在一起好了 然後上面加兩個窗戶好了 這邊再開一個門 我們現在先不要管說是不是很精確 那做法很簡單嘛 線對不對 直接在這個地方 那你會發現這邊有端點到端點 你就端點到端點 往前推一點點好了 那我的端點這個比較大嘛 為什麼比較大呢 這個地方特別是工具選項裡面的繪圖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把它放大一點點 那這樣會比較清楚 端點的地方 比如說我端點到端點點下去就可以 然後結束的話呢 按一個escape 其實按空白鍵也可以 空白鍵也可以 或者esc也可以 我是比較建議你們用空白鍵 因為比較快 空白鍵就可以結束 再來我希望說 在這邊畫兩個曲型好了 比如說窗戶的地方 曲型 那這邊有一個 那如果你窗戶要一樣大的話 我是覺得你兩次畫應該不可能一模一樣大 除非說你做一個動作怎麼樣 下一個尺寸 尺寸是多少 寬是多少 或者怎麼樣 那或者另外一個方式就是說 你要用什麼呢 我之前有講過嘛 你用copy的方式嘛 Ctrl C Ctrl V也可以 複製有沒有 再把它貼上 它貼到哪裡有沒有 它會問你說你要貼到哪裡 你就把它貼 貼一個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放上去就好了 複製再貼上 那這邊的話 你也可以再做一個什麼呢 當然你這個房子 你可以找到中線 然後再開個門 這樣開個門 那如果說你覺得 這邊最好是兩邊的門 看起來會比較漂亮一點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這個地方在中線 中線 找到中線 按住不要放往下 有沒有 中間這一條線就出來 不過呢 這個地方會偏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抓對 一定要抓到中間點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呢 主要是因為 我這個 好吧 Ctrl Z 恢復 因為它的中點 跟底下的中點 是不同的 有沒有 所以我們應該抓什麼呢 抓的應該是什麼呢 這個時候是 特別注意 我把它放大一點 給各位看好了 放大一點點 有沒有看到中點有沒有 你點這個一定會偏 有沒有 那我要怎麼做呢 Ctrl Z 一定要不要中點 那它抓哪個點呢 垂直點 有沒有 才會垂直 垂直點才會垂直 特別注意 那什麼叫垂直點 我們按 Shift 加上 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垂直點 有沒有 所謂垂直點 它下面有告訴我們那個解釋 這就是 鎖點 到垂直於一個物件的點 就是垂直點 那意思就是說 反正你這條線要畫垂直的話 一定要找到什麼垂直點才可以 如果你是找到 終點的話 因為下面你不一定這個門 剛好在這個終點 終點有可能在這裡 所以你一畫有沒有 就剛剛這樣 一畫就變成這樣 像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如果要找到垂直點的話 特別注意 我們先找到它的終點 所以 點一下 找到這個終點 那終點一定長這個樣子 終點 往下 垂直點 那這個時候能不能按下去呢 不行 因為它是中 這個時候有沒有 它是出現一個什麼呢 三角形 三角形是這一條線的終點 所以呢我們這個時候呢 不能按 要讓它出現什麼呢 垂直點的那個形狀 或者是你按Shift加右鍵 Shift加右鍵 找到什麼呢 垂直點 點下去 這時候自動會出現垂直點 按下去 這時候呢 再按一個空白鍵 它就會剛剛好再變成直的 那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可以再添油加醋 或者這邊再畫個幾個線 或者之類的 反正這裡我想你們可以自由變化 然後 這裡的話 這個就是你自己的房子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